在Python里面 我觉得重要性最高的 就是串列 也就是我发现 很多地方 如果你不会串列 还真的写不出来 所以 一定要非常熟悉串列的用法 那如果串列的话 基本上我是把它想象成 类似什么 类似Excel里面的某一个栏 像刚刚我们不是有一个List 是1到12月吗 这个地方的话 其实你可以把它想象成这样 其实就有点像 如果用VBA写就简单了 你不用产生一个串列 你就直接怎么样 把1到12月放在这边 你要的话就抓哪一个 再去两边比对就OK了 但是在Python没有 没有你就必须把它放串列里面 另外第二个串列的编号 是从0开始 那在Excel里面不是 Excel还好 它没有从0开始 有没有 它一定从第一列 它没有从第0列开始 OK 然后它A栏 B栏 那你会想说 那如果说 未来我不止一栏怎么办 你不止 那就不止一个串列 你就是一个串列A 串列B 串列C 你可以很多的串列 所以后面的话 我们也会利用多个串列 来做一些多栏的这种练习 那第一个的话 假设我今天需要做一个 一个题目需求 就是说呢 我今天希望做一个简单的成绩输入 那这个成绩输入很简单 就是如果有个老师 他希望能够输入成绩 输入完之后呢 自动帮我把他的总分 跟他的平均 还有输入几个人 第一个是几个人 总分跟平均 帮我算出来 这个比较简单的逻辑 那当然呢 第一个 比如说执行之后的话 我希望 这个时候呢 请输入学院成绩 那当然呢 你不能限制 让老师输入几个 你就让他输入成绩 那我假设 随意输入四个之后的话 最后呢 假设 已经输入结束了 只有四个同学 那最后你就输入负一 负一表示什么呢 负一表示 他已经输入完毕了 所以如果假设 是输入负一的话 你就离开回圈 所以特别注意 这边应该是一个 无穷回圈 如果输入的 只是负一的话 就跳离回圈 然后做什么呢 算一下 就是这边 假设我今天希望呢 算出这边有几个人 四个人 然后把总分加起来 并且把 平均分数算出来 并且帮我列在下方 所以Enter之后的话 那这边会希望 希望看到什么 总共有四个学生 他的总分 就把上面的成绩加起来 并且把平均也输出 那平均我希望输出到 小数点的第二位 OK 第二位的话呢 当我前面讲 你看我formate OK 所以要怎么做 那这边的话 第一个 因为我们输入成绩的数量不定 所以你不能说 我今天 我一个A 一个B 一个C 一个D 假设有 要不要四个变数 可是如果说 你今天一个串列的话 其实一次就好了 那怎么做 首先第一个 请各位先思考一下 我们如何增加一个串列 让他可以不断的输入成绩 这边有一个重点 请各位先稍微了解一下 在那个第五个单元里面 我这边有一个串列的相关的说明的表格 其实请各位注意一下 在串列里面最常被用到的 如果说你今天要输入一些资料的话 你一定要知道有个方法 叫append 也就是说 第一个 你要先建一个空的串列 第二个的话呢 只要他有输入一些资料 你叫append 把那个东西放到 来那个串列里面 append 特别说 append的方法 那其他的话呢 还有什么 如果你要算 里面有几个的话 你可以配合像LEN LEN这个方式 他可以算出 这个串列 你刮户里面 你放个串列 他就会告诉你 这个串列里面 有几个 有几个值在里面 还有其他什么 等等 比如你要甚至 这个串列 你要取第几个到第几个 比如说你不用全部 全部的话呢 如果你要 哪一个到哪一个中间加帽 其实有点像VBA里面 Range物件 其他的话 还有算最大的 Max跟Mini 最小的 甚至的话呢 里面还蛮常用到 像排序等等的 我想请各位 稍微试一下 然后把刚刚的 那个输入成绩 的部分 先稍微了解 那待会我们来看 画面先还给各位 刚刚特别注意 串列的使用 如果你预设 已经就是在 初始的话 已经给资料 就这样写 就是里面放资料 但是像我们刚刚这个 里面不可能有 初始的成绩 是他一边输入 我们一边把它 加到那个串列里面 所以如果 假设不是初始 就有的话 那你要怎么样 建资料呢 建资料放在一个空的 一个串列里面 那首先第一个 你需要一个什么 空的串列 那怎么样建一个空的串列 记得第一个 我们在这边 你就可以先在 这个城市里面 先加一个叫Score Score的一个串列 如果是空的一个串列的话 很简单 就是给他一个中挂物 表示说这个时候我在 记忆体里面 就有一个空的串列 那接下来的话 我要如果我要输入资料的话 我就跟他讲说 这个Score.append 然后把那个资料给 加到那个我们的串列里面 就OK了 那底下因为我要算总分 所以我在底下又增加一个 变数叫total 这个total就最后的总分 那另外的话呢 因为我待会要让使用者输入 输入那个层七 所以我这边呢 又增加一个变数叫inscore 预设值都为0 反正就数字 再来的话呢 我就跑个回圈 这个回圈的话呢 就是坏什么 当这个inscore不等于 不等于负1的时候 才去做新增资料 如果等于负1 那当然就是跳0 不过这边 其实你也可以写另外一种形式 你也可以 e冒号也可以 不过变成你里面 要写一个逻辑判断 OK 其实结果是一样的 所以看你的写作习惯 OK 那我在这边写一个 如果当他不等于负1的时候 那我要做什么 这个时候的话 当他不等于负1 所以接下来的话呢 我一样 就让使用者 跟他讲说 请你帮我输入一些成绩吧 然后我前面的话呢 当然你可以用int或eValue都可以 这边的话你用int或eValue 那eValue的好处就是说 如果他有小数点的话 就不会说像int 直接把小数点直接拿掉 那eValue的话呢 不管你输入是整数 还是有小数点 他一律都会保留 那eValue其实只是把什么 把他前后双引号 破单引号拿掉而已 那输入完之后的话 接下来我要把比如89分 放到这个scope里面去的话 特别注意 关键的这一行出现 基本上你要怎么写呢 你就打一个scope 特别说scope.append 特别说你就把什么了 scope.append 第一个就是了 append 然后把什么呢 把这个inscore里面的资料 放到这个瓜糊里面 这样的话呢 他输入比如说我输入89 那他就这样 帮我把这个89的分数 直接就放到这个scope里面 所以scope里面的话呢 本来是空的啦 所以如果我把89放进去 他就变中瓜糊89 OK 然后逗点 下一个 如果又63呢 又把63放进去 然后又98 又把98放进去 因此类推 然后65 又把65放进去 然后最后负1 不过负1会有个问题 因为你负1的话 假如我输入一个负1的话 不过这边的话 请输入 如果输入刚好负1 所以负1之后的话呢 你会发现会有个问题 他其实还是会把 这个负1给append的进去 才回到这边做判断 所以特别注意 这边在你的串列里面 可能会有个问题 会多一个负1 OK 假如 这边我这样写 是会多一个负1 那如果说呢 我里面有多一个负1的话 当然接下来我要做什么了 我要把里面的总分算出来 先算里面有几个学生 共有几个学生的话 那我底下的话 就是print什么呢 共有几个 特别主要几个的话呢 我可以用刚刚讲的L1 那L1的话呢 特别注意 后面我这边有减1啦 减1主要 为什么要减1 就我刚刚讲的 因为那个负1 当然呢 如果说你今天呢 不要减1的话 那恐怕你就必须在这边 也许做一点事情 也许就是他输入成绩的 都是负1 你就会让他怎么样 上面下面一行做逻辑判断 如果他等于负1的话 那就不要 他当然就不用 因为我这边没有做这个 所以这边要减1 这样的话呢 也就是说 他里面总共L1会帮我算出 里面有几个 总共会有五个 减掉一个就四个 没错 所以把这个负1拿掉 再来的话算总分的话 总分的部分的话 我们可以跑一个回圈 那for i in range 从0 我前面讲过 因为这个串列从0开始 到他的总长度 对对 还是要减1 因为把负1拿掉 因为如果你没有把负1拿掉 会少一分 那底下的话累加 累加之后的话呢 最后如果要算出平均的话 就是在把它总分 除以他总共有几个人 那并且我用这个format 把这个结果给输出 可以得到底下的结果 OK那请各位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 拿狗